我們的手其實是我們身體一個最幫我們做事的一個部位來的 做西美的東西、寫字、吃飯、做粗重的東西、搬東西、拿東西 全部都是靠我們的手的 所以我們手很多時候會有很多不同的 症狀、痛、鼻、酸、無力等 我們每一次如果有痛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有時候會自己去找答案 譬如很多時候手臂 我們有時候會覺得會不會是我的頸的神經問題 因為我們香港很多人都有頸椎退化 尤其是近年經常看手機、看電腦 就覺得一定是這樣的 當然有很多是,但也有很多不是 譬如手的鼻很多時候 我們每一部分都可以有 譬如去到最前面的糖尿 如果你控制不好可以手指鼻 也可以手指通 在這個位置手腕 可以是腕管綜合症 可以令你有這個問題 如果去到手肘 手肘其實我們這裡有條 是我們全身暴露最表面的一條神經 如果你有些姿勢不好 或者你有時傷過他之後 經常重複令到他在那裡刮到那條神經 也可以給你一個鼻痛的感覺 從上到上面 在我們隔底 其實都是我們公認手的 神經的經過 有些人是會什麼呢 我們很喜歡有時候 扛著東西 扛著東西其實壓得很重要 其實都可以出事 或者有些人喜歡按摩 被人推臨巴 在這裡用死力拼命按 如果按傷一條神經 都可以產生一些手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的神經 我們都要學會去保護 還有如果有問題 都是最好給你的家庭醫生 去看一看 去搞清楚 究竟是哪個位置有事 治療起來會更加清楚